哎呀呀 晚辈怎么出拳打起老前辈来了呢 倒带倒带 原来这是港剧影视者们的记者招待会 演员们只是现场示范戏中的桥段而已啦 这部横跨日本、澳门、香港和马来西亚拍摄的新剧影视者们 聚集了陶大宇、吴启华、苏永康和萱萱 这四位老将同台尬戏 而大马美姐陈楚桓也饰演杀手角色 在剧中有不少精彩鼓打戏份 因为我小时候也是有学过 就有时候学学过跆拳道啦 这时候就... 你会不会完全戏斑他 可以的 可是在随... 你要打人啦 你们不可以直接打空戏斑了吗 既然美女要打人 那就让前辈吴启华来当人肉沙包接招吧 好 三 二 一 动 十多次了 就是这个动作做了十多次 哦 由于影视者们充分展现动作场面和视觉效果 在拍摄方面 常做运动的吴启华 自认还应付得来 但苏永康就坦言有点吃不消了 三十凌岁刚才大家很熬的时候 他叫我们坐在那儿拍法庭戏 插手上都 哎 大家都就是... 看上去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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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叫我们新威亚打 你这样看看这片头呢 你这样看...看这片头呢 大鱼打得一字单的样子 很厉害 哈喽 各位马来西亚的全国朋友 你们好啊 我是萱萱啊 那么... 另外一位影视者萱萱 因为在上海拍戏而缺席记者会 只透过录音向大马观众问好 而陶大宇跟萱萱合作多次 连吻戏也已经吻到滚瓜烂熟了 我整天撞到车圆的 我跟他拍戏也有加点嘴气的 而且我们嘴...嘴之鱼呢 已经嘴到滚瓜烂熟了 基本上大家不用熱身 不用再有默契 不用再有沟通 麻烦人来的 我们有点击距的 但是在这个爱情节上来 仁世姐们嘉宾出场先好吗 给你上升的欢迎 仁世姐们 仁世姐们 用户有点办法 来到现场 在这儿 对了 要请他们一会儿 吗